女星施雅近日宣布买房喜讯 完成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 不料文莫呼吁厂商们 恰谈家电和家具赞助 却遭到部分网友狂算 面对部分网友的质疑 施雅直接回呛对方 先有房友车载来批评自己 自己要不要赞助 不需要别人来管 所有她再度发文强调自己身兼五份工作 包括演绎、联名、设计、电商、业配或团购 只有亲近的朋友才能了解自己的辛苦 她还认为有厂商赞助互惠是一个很好的祝福 而且很多艺人买房、家具、家电 也都有跟厂商合作 对此陈一叶发文表示 跟厂商要赞助没什么问题 但施雅回复网友的方式就非常有问题 网友只是问她怎么不自己买家电家具 就被她批评要有房有车才能跟她对话 怀疑对方是不是有阅读障碍 或是心理自卑到随便被问一个问题 都觉得别人是在酸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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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